第六十章 为天苑A搬家 大型粒子对撞击是研究微观世界必备的工具 小羽将在对撞击之内将一堆质子加速到无限接近光速的地步 然后让它们互相撞击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 撞击点的能量等级将达到创始大爆炸后以飞秒的程度 在这一瞬间质子会被撞击的粉碎 构成质子的各种微观粒子 包括已观测到的和未观测到的都会出现身影 小羽将在这里验证希克斯波瑟子是否真的存在 虽然在地球之上就有实验室宣称找到了希克斯波瑟子 但是其结果并未经过验证 如果真的观测到了希克斯波瑟子 那小羽的基础物理理论将会进步到一个新的阶段 将会有无数的定理公式被小羽推导出来 可以预见这些新的定理和公式 将会支撑起小羽未来数千甚至数万年的科学发展 就像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支撑起了小羽过去数千年的技术发展一般 而只要证实了希克斯波瑟子的存在 那标准模型就将得到验证 关于质量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 将会由希克斯机制这个理论 给出一个几乎完美的解释 而质量即意味着能量 届时小羽将有可能在理论层面上找出获得无限能量的办法来 在繁忙的建设中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走 五年后 太空炮台建设完成了30% 环天院四大型粒子对撞机的建设尚未动工 天院B和天院C太空要塞的建设尚未动工 而行星发动机的建设已经完成了99%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一台行星发动机就要群工了 行星发动机的超大功率 意味着超多的燃料消耗 为了供应这一万台行星发动机 小羽将运输大队的规模 提升到了100艘世纪飞船 和2万艘村级 以及湘级飞船的地步 这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如果这些舰队 拥有小羽刚离开太阳系时候的战斗能力 小羽将有能力靠着这些飞船 完全碾压吸引人文明 但是很遗憾 这些飞船只有最基本的动力系统 机动性 攻击力 防御力 全都极其微弱 基本上没有一丁点战斗力 只能拿来当大卡车用 尤其是世纪飞船 它比起村级和湘级飞船来 更加的脆弱 其实以消遇现在的材料科技 和动力科技来说 现在并不适合建造如此巨大的飞船的 但是仅仅是作为运输机的话 勉强还是可以 在天苑A昼夜交界线处 随着一台灵巧的机器人 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 完成了最后一道焊接程序 一万台行星发动机的建设工程 宣告完成 这一万台巨型行星发动机 被消遇有规律地分布在了天苑A地表各处 有的在迟道上 有的在昼夜交界线处 有的在背仰面 有的在向仰面 这些行星发动机将根据位置的不同 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终于建设完成了 萧宇的心情有些激动 放在以前 这是一项人类连想都不敢想的伟大工程 可是现在 被萧宇凭借着一己之力 建造了出来 A区 B区 行星发动机 各自按照预设功率发动 C区和D区 暂时待机 萧宇发布了这项命令 萧宇为A区和B区 共5800台行星发动机 各自设定了不同的功率 具体功率的大小 主要依据当地地壳的坚固程度 以及所处位置 和该阶段所需要执行的任务 通过综合测算而决定的 这是十分精密的数据 容不得一点差错 比如 A区第576号发动机是全功率发动 但是第93号发动机就值以7.3%的功率发动 5000多台行星发动机共同配合 才能完成萧宇分配下来的任务 A区位于天院A的昼夜交接线 这里的4600台行星发动机 是为行星减速的主要动力区域 A区对面 D区的4000台行星发动机 是为行星加速的主要动力来源 B区和C区最主要其辅助力的作用 在几千台行星发动机发动的一瞬间 萧宇感觉到了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阵场 那是无法形容的一种感觉 萧宇察觉到 在A区4600台行星发动机的共同发动之下 天院A的地壳受到了无比距离的挤压 坚硬的地壳开始被挤压变形 整颗星球都在微微颤抖 萧宇看到 在A区这一面 大地开始军裂 天院A早就停息了的地质活动开始复原 甚至某些地方突兀地耸立了起来 形成了无数座高达数百米的山脉来 有更多的地方 则开始有微量的炽热岩浆 慢慢地从大地的裂缝中涌了出来 萧宇知道 这是在整颗星球的惯性力之下 这些区域受到了挤压的缘故 幸好 萧宇在建造型星发动机 采矿基地 铸造工厂等之前 早就提前勘探了地形 特意挑选了地壳最为厚实坚固的地方来建造 出现山脉和熔岩的地方都是地壳薄弱的地方 倒是没有对萧宇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天空中看来 在天院寺的昼夜交界线 以及永远处于黑暗的壁区区域中 忽然出现了几千道 长达几十万米的蓝色光芒来 在太空中 紫耳飞舞 像是一条条小张的巨龙 这些行星发动机尾器所覆盖的区域 早就被小雨清空掉了所有的飞行仪器 否则 如果被这些尾器吹到了 绝对是直接被吹飞的解决 一共五千八百台行星发动机 一共持续发动了六十秒的时间 倒不是小雨不想快点达成目标 而是持续六十秒已经是极限了 否则 不仅行星发动机受不了 天院A的地壳也受不了 再发动下去的话 天院A的地壳 有可能被这些大家伙直接摧毁掉 在这些位于不同区域 不同功率的行星发动机的共同作用之下 小雨检测到 天院A绕行天院4的速度 由远日点每秒五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点七二三米的速度 降低到了每秒五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点七二二米 其秒速降低了一毫米 环天院四轨道 则被小雨推进了五十七米 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代表着小雨真正的步入到了可以操控行星的科技阶段 好了 第一阶段推进测试结束 小雨满心喜悦地停止了这次实验 转而去分析这次实验所收获到的巨量数据 这些实验数据十分宝贵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关系到了小雨所建造的飞船 其最高速度将可以达到多少 通过分析这些巨型行星发动机运行的数据 小雨将可以建造出更加高效的飞船推进发动机 让小雨目前最高可以达到的每秒钟九百公里的这个速度 再一次产生飞跃 三天之后 消耗完了所有实验数据的小雨 以由未尽地开始了第二次推动实验 这一次推动 各个行星发动机以不同的功率 共发动了六十七秒 这一次实验 将天苑A的远日点速度 再一次降低了五毫米 同时 将其轨道向天苑4推进了两百六十七米 经过测算 天苑4对天苑A所产生的引力加速度 会每秒钟两百一十三米 也就是说 如果天苑A没有绕行速度的话 在第一秒 它会以每秒钟两百一十三米的速度 坠落向天苑4 第二秒 其速度就变成了每秒钟四百二十六米 第三秒就是六百三十九米 以此A推 一直加速到 受到相对论的限制 最终 将一头撞向天苑4 小雨所要做的 就是以天苑4引力加速度为主 自己做一些小小的辅助动作 借助科学的测算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几千台新星发动机 断断续续的工作了七年时间 在小雨的精确指挥下 天苑A的轨道被推进了八百万公里 目前天苑A与天苑4的平均距离 只剩下了两千两百万公里 而且还在继续以一个缓慢的速度 向着天苑4掉落下去 到了这个地步 小雨所要做的 就不再是为天苑A减速了 而是为天苑A加速 阻止其继续掉落向天苑4 在这个时候 C区和D区建造的四千两百台新星发动机 就发挥了作用 在小雨的统一指挥之下 天苑A开始被缓慢的加速 其掉落向天苑4的速度 开始缓慢的降低 最终 天苑A将在距离天苑4 两千万公里处 获得足以维持其稳定轨道的速度 小雨做过测算 这个速度大概为每秒钟70公里 这个过程又持续了四年时间 最终 耗时十一年 小雨完成了这项为天苑A搬家的伟大工程 其消耗时间略微超出小雨原先的功绩 这主要是由于初始阶段 各项数据还不完全的缘故 这些行星发动机 所以 干脆就留在这里吧 当作纪念也好 以后说不定还会有点用处 小雨想着 操纵着数以百万计的机器人 将这些行星发动机的各种仪器 部件都妥善地保管了起来 反正天苑4恒星系内 物质丰富得很 远远没有必要将这些仪器回收利用 那么 该开始下一阶段的建造工作了 环天苑4大型粒子对撞机的建设 正式开始